明天是世界总决赛开赛的第一天 我们OMG要和北美的LMQ 还有韩国的三星蓝队打 新加坡我从来没有去过 而且这一次比赛我是以一个体验者的身份去的 而不是是一个比赛的队员去 所以相对而言我也会轻松很多 我比较期待能看到很多我喜欢的选手 而且我也可以在新加坡看一下他们当地的风景 感觉这个酒店还是挺有异国风情的 终于到了酒店了 这里就是我们我和摄像汉大哥要住的地方 都安顿好之后我们就会和OMG的队员见面 然后就会和他们一起去吃夜宵 队员都在这边 今天要和他们一起获一顿饭 然后明天的话可能会起的比较早 然后可能会提前去赛场看一下那边的情况 对于明天的比赛我们都势在必得肯定能开门红 阿姨加油 哈喽大家好 我是柚子 今天是9月25号也就是小主赛开赛的第一天 然后昨天我们才到了新加坡 新加坡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干净 而且的话这边的华人也非常多 让我不用担心我英语不太好的问题 然后今天的下午的话会有OMG对阵LMQ的揭幕赛吧 因为这是新加坡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 所以我很期待OMG的发挥 然后等会我会去品尝一下新加坡的美食 这也是我今天很期待的 希望今天OMG能够好好的发挥 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吧 我们现在要去拿那个媒体的工作证 要去他们选手住的酒店 这边 这边是OMG是LMQ的老熊 哈哈哈哈 快点 我要说什么 你就说你叫什么 大家好 我是OMG的男人 咱们来咱们去 不要这么害羞好吗 这镜头打个招呼 这位是LMQ的上单 大家好 神超 Godlike 这位是号称瞎子很厉害的 我是你爸爸 太没数字了 你们等会要去哪里 赛场 你们下午有训练赛吗 好像有 好的 晚上加油 希望你们第一场 你懂的 在和打LMQ之前 我觉得我们OMG 不管是人体战术 个人经验 还是比赛的经验来说 都是在LMQ之上 我们实力应该会比他们强 所以我觉得 赢LMQ应该是一件 很轻松的事情吧 嗨大家好 我终于来到比赛的赛场 那么我今天是过来 先来踩点一下 然后我们会去找OMG的队员 看一下他们的备战情况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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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队 韩国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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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来到了OMG的训练室 然后还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我们去看一下吧 他们现在正在打训练赛 可能不太方便采访他们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大概的 他们刚刚打完了一场比赛 我想问一下他们的感想 大哥 来 这个镜头打个招呼 这是我们的带头大哥 外 contracts 我来的比较晚 还不知道你们前面的训练状况 还行 还好 他打MQ有信心吗 那可能 你的几率比较大了 那还是很有信心的 好的 这位是 下一代的北国家 我认为的下一代的北国家 有信心吗 有信心 这装逼了 我无状态 怎么 发表一下你的感想 又开招 你平常不是很活跃吗 特别喜欢嘲讽我 看镜头前就害羞一点 装一下 低一点好吗 太高了 低一点低一点 好就这样 ADC练得怎么样了 挺好的 你们不是 最近下路发挥不是特别的理想吗 然后这几天应该把状态都调整过来了 对 你们刚刚有没有虐掉他们的下路 还是打爆了 没有没有 然后他们马上要开始下一场训练赛了 这样是拍照了 你不是拍照啊 原来不是拍照 不是拍照 我以为是拍照 特别偏 你好 幸运幸运 你等我是要去上院解说 对对对 今天新加坡战刚好是我解说 然后 比较看好哪个队 我跟娃娃跟 都看好你们了 我也比较看好我们队 但是我觉得打三星男还是有点压力的 三星男压力去打上礼拜看那个EDG跟三星白打 好辛苦 但是我觉得打Fantic和LMQ我觉得还是很有信心的对他们 我看了一下我觉得你们打LMQ好有问题 打Fantic只要发挥正常的话应该也好有问题 所以注意一下就行 再接再厉 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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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到了LMQ的训练室 他们马上就要和我们OMG进行第一场比赛了 所以我想来做一下间谍 问一下你们 哈哈哈 小学校请问你们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战术 不是等你来跟我们说吗 心情怎么样 紧张吗 我决定散场我这次要用翻身 哈哈哈 那太有污了 很怕 那太有污了 中雷雷加油 中雷雷加油 然后今天我们也是在现场的观看比赛 然后场合也非常的活跃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瓦岛 他居然没在解说台上 我现在解说后半场吧 然后我在这里看比赛觉得好嗨 好嗨是吗 对 就算我被人喷成狗 还是OMG必胜 耶 我也是觉得OMG必胜 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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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这一场OMG的阵型来说的话 那小炮 纳美 还有老树 都有办法配合发挥 OMG的这个阵容和LMQ的阵容 最大的区别就是 LMQ它在中期抱团那时候会非常的强 有黄指和蓝博这两个大招 加上老鼠 它隐身找一个位置狂输出 但是OMG的话 它会在线上比较强 它可能不会给LMQ那么很提早抱团的机会吧 然后OMG的最后一个位置留给了无状态 然后它选了一个牙锁 也是比较针对小微笑的发条辛德拉中单的 这是我现在的看法 主要的话我还是要看他们前期打的怎么样 因为OMG这个下路小炮加纳美 对阵 对阵LMQ的下路还是有很大的优势 如果下路打得好的话 就可以完全不用害怕 因为如果OMG的下路压制到了LMQ的下路 那MOMG的打野一定会在下路 现在已经开始了 新加坡展开幕赛 那雅锁风强好在 他还可以挡一下吉格拉的一些控制 这样的话线上可能会比较好打一点 包括这个 哇小微笑这一下子被砍得好痛 闪线上的意 看杂志的闪线躲掉了 那这样的话 孔刀雷哥 而且这一王王道的五皇子 打一套虚恶套上输出不太够 就这边两边点点点 老鼠点一下就拿到了呀 这一下有点郁闷了 他又当点灯笼被吹起来的话就糟糕了 蜘蛛又被勾到了 蜘蛛直接被秒了 蜘蛛虽然抱得不错 但是小胖还是得往后撤一步才能输出 蓝博开启一个精神 争取了很多时间 大招不错是吹起了两个人 时若又给了无状态 小散这边是输出 哎呀不够啊 再跳起来 身上把小散逼退 老鼠拿到了人头 这一番大招又是收到了老鼠 新德拉直接一番大招 零换四 直接打到二堂 太赚了 相当完美 MQ打得非常漂亮 我觉得在几个关键点上来讲 第一场比赛我们就输给了MQ 我真的是从来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的心情不知道怎么说就很难过吧 觉得没想到对手 每一个对手都会这么的强大 他们就太专注于自己害怕失误了 而不敢去做 就像小龙那一波 明明我们可以先手打起来的 为什么不敢打 我就很好奇 也很纳闷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真的输得很不应该 因为从我来到新加坡 或者说从我知道我们的对手是MQ开始 我就觉得我们打他们应该是很有顺算的 没想到这一场比赛会被他们这样碾压着打 还有我希望你要能够接受我们不管是教练还是其他队员的意见 因为这场比赛真的很关键 我们接下来还要面对韩国队伍 还要面对欧洲的一个强队 我只希望他们能够在接下来比赛中调整好自己心理的压力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韩国三星蓝队很轻松地就战胜了我们OMG 在第一天的比赛中 OMG颗粒无收 直接两连败 写出来你知道吗 写都是最翻译 是啊 明天打哪队 马上 明天打1个1个 明天2场啊 看好是错了 第一局被错了 第一局被错了 那你不是看到这样子上路吗 那我上了 那我那些团下路杀了两个人吗 拿了两个住宫吗 多能赢的 记得你就是那个小 上去打兵啊 然后现在就过去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去那里拐脚放眼 他排了我的眼 然后下次又来了 那是怎么大白七集啊 六集 我们OMG输给LMQ之后 在之后的几天里 有很多惊喜 我收获非常大 在下一集里 还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事 也有一些话想对你们说 邀请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